社則飽滿 擺盤吸睛 一道又一道美食陸續端上桌 連鎖餐廳進駐商場 在過年前 集結七大連鎖餐飲品牌進駐 讓基隆港鞭變得亮麗許多 基隆是我們的重要國門之一 當然除了很多觀光客之外 其實距離台北市 交通也非常方便 所以其實我們的觀光 一直都是需要靠很多的一個商場 跟這個我們的美食的品牌來帶動 我們經過台味化之後的川菜 帶到基隆來 來吸引我們的在地的居民之外 也可以希望帶動我們國際的遊客 搭了郵輪來 就可以下船來吃我們最經典 最台灣的一個川菜 看準絕佳的地理位置 業者插旗基隆 旁邊就是郵輪的停靠位置 也讓外國遊客能夠就近品嘗美食 替基隆打造城市好口碑 等一下肉片的部分 烤熟後會比較建議 可以跟我們的辣醬 還有蒜頭 還有蔥泡菜一起做搭配 除了多家連鎖店 插旗基隆 基隆知名的連鎖火鍋業者 也推出了全新品牌 主打個人韓式燒肉 然後芝麻葉它的口感 葉子比較嫩 然後這樣搭配它的紅牛的油脂 它就覺得蠻好吃的 芝麻葉包肉 然後加上它的特調的韓式醬 我覺得味道很剛好 就是它的和牛很嫩 然後加那個醬 有點酸酸甜甜的感覺 我們選擇在過年前 連續開了兩個品牌 分別是我們的酸菜魚品牌 還有我們韓國烤肉品牌 那特別是開好的 就是我們這個地區的消費能力 所以非常的看好 這邊的一個消費習性 所以選擇在這邊做開店 面對連鎖餐飲集團來勢洶洶 既然知名的廟口業者 反倒不擔心 認為民眾有更多選擇 對觀光產業發展都是有幫助 影響不大 因為我們廟口島的 就是傳統小吃 然後我客人喜歡的就是來廟口 因為顧客情不一樣 應該是不會有衝突到 對 消費層次也不一樣 對啊 都要啊 跟朋友聚餐還是要去餐廳啊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對啊 可以帶動整個生活機能 對 而且小吃部分其實蠻在地的 所以其實我兩邊都很喜歡 我發現到在基隆 有蠻多的一個美食的一個商圈 跟聚落的營造 事實上我們還蠻看好的 這樣子一個趨勢 事實上過去我們傳統印象 都是基隆就是有比較多的小吃 事實上在整個基隆這邊 我們還蠻看好的就是未來 希望透過這樣子一個商圈的打造 然後去刺激整個基隆這邊 消費的一個市場 所以其實還蠻看好的 不會有一個競爭的問題 越來越多餐飲集團進駐基隆 圍繞著基隆港周邊 除了帶動港區周邊商圈經濟 讓更多郵輪旅客 看到基隆美食觀光的魅力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